刷具大家很多时候买一整套下来 会发现里面很多它是用不上的 包括跟风买的刷子也会觉得 好像也就凭着新鲜感用了那么一次 然后后面再没有用过 这期视频就来分享足够撑起全脸妆容的 就这八支是必备的刷具 同时会说到刷型我们怎么选 怎么避雷 包括怎么去用 来让我们这个装面效果达到最大化 这个非常密实的一个纤维毛刷 这个是彩糖的 如果是刷光泽感水光集装效的底妆 用它会发现那个抛光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Bobby Brown这支呢 无论是亚光还是水光集装效的底妆 都是非常可的 它的刷毛相对来讲更长 所以对底妆的堆点会相对更厚一点 遮瑕力会达到最大 但是容易起皮卡粉的干皮用的话 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注意底妆的用量 把底妆尽量薄的给铺开 然后再去用这个底妆刷 两个刷出来底妆都是很精致的 那唯一彩糖啊 它这个是平头的 所以在鼻子的区域 它贴合度可能没有这个Bobby Brown这支要好 然后像这种 它主要是用来铺开底妆的 但是真的没有必要 其实底妆用手指铺开是最好的 而且手指的温度也能够稍稍的 辅助膏体跟皮肤有一个更好的贴合 这种长头的扁的遮瑕刷 它取膏体也不会过量 而且刷头弹性也比较大 就不会说给细纹比较多的区域 尤其是眼下造成了更多的拉扯 黑眼圈遮瑕铺开这一步 其实用一个干的小号的海绵蛋拍压 出来的效果已经很渴了 内钩还是用这个 这个是毛哥平的 这个可以画出细细的这么一条 比较精准 接着用纸巾我们去擦掉刷头上的膏体 然后再回来把这条给轻轻的 就在表面上给铺开 很方便对吧 其实黑眼圈加上内钩 这一个刷就够了 这个刷子后面的 这个白色的海绵头 被很多人神话的不要标的 但是在比较松的皮肤上 我实话说 这个一点都不好用 你稍微用点力 皮肤就直接塌下去了 根本没有办法把边缘给压均匀 所以对于松皮型人来说 这个还是挺鸡肋的 同时可以搞定黑眼圈跟类沟的 还有这一支 一个扁头的RT的 这个是一个detail的brush 这个也是特别好用的 一样的操作 全脸定妆呢 那大的 蓬松的 柔软的刷子都可以 我手里面最舒服的 我选出来就是这一支 这个牌子 其实其他的系列的散粉刷 我都有用过 但是这一支的话 是最软的 如果眼下需要细节定妆 可以选一个小尺寸的 弧形切面的刷头 侧面的面来取粉定妆 Base Shadow Brush 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刷型 把它换大一号 这种就是新手 用来修容会比较方便的 出错率比较小的 还是侧面取粉 也是侧着扫 这一支是我用了好多年的 Countour Brush 它的毛比较细密 而且长度比较适中 就是无论着色还是晕染 都是非常好控制的 尤其是深腹色 可以选这一支 它就是比较容易 能够对叠出来 如果是黄衣 皮肤颜色比较浅 只是需要稍微的修饰一下脸型 不想让修容的存在感那么强的话 这支 Kaleidos Kaleidos 这个怎么读 的B1 扫出来 它就是淡淡的 轻轻的 鼻影刷 这一支 我天哪 这一支 我一定会把它用到秃的 但是人家其实是个眼影刷 因为很多大家常见的鼻影刷 其实都是斜角刷的类型 刷毛偏长 偏软 偏松 声色程度就会比较弱 再加上斜角刷 在我的这种小鼻子上 都是偏大的 所以可能就不是很适合 这支看一下是MSQ的 刷粉粒 约染效果 深肤色上 鼻影的效果 我觉得可以达满分了 腮红刷很多种刷型 但是对于新手来讲 脸彩刷 基本上不会翻车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刷头的大小 如果是脸盘不大的话 就尽量选小一点的 腮红范围会更可控 然后整体就不会有那种 显脏感 刷毛的颜色呢 建议大家选白色的 这样子每次取粉之后 也能 就是比较直观的看到 粉的量 我这支是OG娜的 其实跟手里面 其他点彩刷比的话 它的刷毛 看上去是比较均匀 但是缺点啊 刚开始用的时候 它掉毛是挺厉害的 大概得是用了 一两个月之后吧 就没有再掉了 其他的 其实从妆效上面 来比对的话 只要是点彩刷 区别实话说并不大 前面我们刚发的一个 画出干净眼妆的视频 非常非常详细的眼妆教程 建议大家后面 去看一下哪期 工具方面浅色打底 就用刚刚眼下定妆的 这个多功能刷铺开 然后加深的部分 我们用细节刷 集中铺色之后 把刷头清理干净 再回来 晕染一下 披旦的这个 它刷头的形状和软硬程度 无论是做集中铺色 还是小面积的晕染 都是很渴的 而且也是因为白色的刷头啊 我们前面说过 就推荐给新手同学 看得到粉的量 不会轻易翻车 然后眼妆 如果你想用亮片 或者是在面部 想用高光 就可以直接用手 用手就可以 好 所以细数下来 就是这把只 必备的 就可以画全脸的妆了 大家也可以留言 留言 留言 what 分享一下自己觉得 特别好用的 贼好用的刷具 都是什么 OK Hope you guys loved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Bye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谢谢观看